Hi, I'm Daisy and with me you are in Jinnan Shandong In this episode of your favorite street show I'm going to ask people of China about their super competitive neighbor,Indian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And the link of our channel will be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同學,您好 我想向您問幾個問題 請問您知道印度的首都是哪裡嗎? 不知道 那我給你幾個選項 班加羅爾,清邁,新德里 新德里 新德里 孟邁 印度的首都是新德里 中國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 那對於印度的人口數量你有了解過嗎? 這個具體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肯定沒有中國多 對,你說了對 我覺得印度也是一個人口比較多的國家 應該跟中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你知道像英語是世界通用語言 然後在印度的話它有什麼其他的語言嗎? 印度說應該有的說英文吧 對,然後應該還有印度語吧 印度的話我覺得應該也是說英語吧 但其次的話印度應該也說他們地方性的語言 比如說印度語啊 甚至一些應該也像中國一樣有一些少數的地區 也說一些比較特定的語言吧 我覺得印度的話應該大部分還是說英語 但印度可能也有一些像中國之類的一些地方方言吧 我覺得 那你也知道印度的國旗是什麼樣子的嗎? 一個圈,然後後面幾個槓 哦,對對 印度的話 印度國旗應該是橙色、白色和綠色三種顏色組成 大概什麼形狀之類的呢? 是長方形的 哦,我知道了 印度的國旗說實話我了解的不是很多 就是世界上的國旗我可能只了解那麼個別幾個 對,那你有印象對於他們的國旗是有哪幾種顏色組成的嗎? 嗯,這個我好像忘記了 他們有黃色還有綠色等顏色 你能夠舉出一個與印度接壤的國家嗎? 印度接壤?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中國 中國 中國有嗎? 我也不確定 我們可以回去查一下地圖 我也好 別的我可能 還有尼泊爾 哦,尼泊爾 哦,尼泊爾 好的,那我們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你知道印度現任的總統是誰嗎? 我不知道現在的 我知道第一人 第一人是 第一人是誰的 第一人還要忘 你說 第一人 印度的 第一人首先是 我出門學過 好想聽出門人 哦,不過現在 那 印度現在的總統是莫迪 嗯 拜託一下 沒關係的 我可以告訴你 不 你想自己找出它是嗎? 對 對 那個 普拉蒂巴 帕蒂爾 莫迪 是嗎? 請問你有了解過 印度寶萊塢嗎? 嗯 了解過 電影不錯 比如說那個 我忘記名字啊 那個 那個 阿米爾汗 那你有看過它哪些電影呢? 摔跤吧 爸爸 最多的印度的電影 你可以立舉一個出來嗎? 呃 看過 我沒看過印度的 我看過那個 摔跤吧 爸爸那個 他就是印度的啊? 他就是印度的啊 對 他那個挺好看的 謝謝大家 希望你們有享受這個節目 再見 下次見 訂閱 拜拜